鸭子还没有下蛋 大家好,我是爷爷 最近我是鸭子还没有叫 鸭子还没有下蛋 我就回家了 最近就不停的收拾收拾 今天请了两个 鸭子阿姨帮我整理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大棚的门 现在和我的这个拱门 有点不相对 要把这边,你看到这里 这里是门,有点错开了 现在要把这一个架子 的花挪掉 挪掉,然后把架子测开 测开的话我想摆在里面 把这里把那个大门的位置 刚刚给留出来 到时候看到这个砖也要建 我天哪,这两天马上都要开花了 你看 全部都是个花老口 把这两个架子给移一下 把这两个架子给移一下 这边就弄一个 那种官方性的 然后那边就是 还需要一点呢 放到那边 那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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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这边开始往大棚里面搬东西了 搬肉了 终于可以弹前面的院子了 刚把这一块铺穿黑地模 然后这是上次在粉丝朋友家 拿的两块架子 还有这个 待会是个圆形的 然后那边是家里原先的物条 这边缝好大 这边就是放的那种好吃盆种的 然后那边就放一些 后面就是自己拿回来的 重新翻盆上的新盆的那些 就放这边 终于要看着曙光了 这两天也忙得 就来帮我爸画画 这会来挑一点小苗 不是说每个朋友都送了一盆吗 然后挑一些上面买盆的 然后再过去 这边一盆 两盆 待会又过来 看这边一上午的战果 这只是上午的 下午接着办 今天下午不知道能不能办完 在后面的油菜画 看着还可以 真正其其的 看着这个蛋糕 就是说 看着这个蛋糕 然后再次看着什么 看着这个蛋糕 它在生死 不可能 吃呢 吃的